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家有套学位房 免费借给老公他堂哥住 没想到他们骚操作 把我女儿的学位偷占了 被我发现后 婆婆和老公劝我 男孩子上学要不要 女娃迟点没关系 我怒吼 那是你们亲孙子吗 你们这么护着 他们对视一眼后 表情不对了 不好意思女士 您家房子的学位已经被锁定了 日期到2025年 您家孩子不能办理入学了 我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工作人员道 我们的系统上显示 您家这套房子 已经在2019年被某某事意中 傅晓锁定 我脑子轰鸣了一声 我女儿刚七岁 她刚到上学的年龄 学位怎么可能被傅晓锁定 傅晓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手指颤抖着 给老公打去了电话 电话接通后 我声音都在打仗 赵斌 你堂哥家孩子上的是不是傅晓 好像是啊 怎么了 我浑身血液一冷 赵斌堂哥家的孩子 正好在傅晓读四年级 为了能让女儿接受好的教育 我和丈夫赵斌 在五年前买了一套学区房 因为学区房面积有些小 加上离我们上班的地方较远 于是我们就打算 把那套房子租出去 没想到老公的堂哥 不知道从谁那里听到消息 听说了我家房子要出租 忙不迭地过来说要租 碍于亲戚面子 公婆提前帮我应下了 结果租了四年 一分租金都没给过 逢年过节吃饭 他家就跟别人说 我们那个学区房有多破旧 幸亏他们出钱装修了一下 换了空调 换了桌子 这些可都是钱啊 意思是 他们给我们无偿装修了 可是别人根本不知道 他家一分租金都没交过呀 每次家庭聚会 我气都气饱了 他那个堂哥 什么出息都没有 就能吹 生了个儿子 就天天说 那可是老赵家的哥 要我们都好好照顾 他那个独子 我冷笑道 说得好像是我家孩子一样 我姓堂 又不姓赵 我老公瞪我一眼 让我闭嘴 那次聚会不欢而散 我再不愿意和他们来往 可他们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霸占了我家的学位 我打电话给赵斌问他 知不知道学区房的事 没想到他支支吾吾道 你别嚷了 我这儿还有工作 你等我回家再说好吧 说吧 他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刚回家的时候 我女儿就跑过来 扑进我怀里 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 妈妈 我是不是能去腹小了 婷婷他们都去腹小 我想和他们一个班 我脸色苍白 不知道怎么和女儿说 只得安慰他 会的 当然会 女儿拎着怀里的兔子玩偶 高兴得一蹦一跳地走远了 没过一会儿 赵斌就回来了 他看见我 脸色也不太好 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家那个学区房的名额 被你堂哥家孩子占了 咱家小米上不了学了 文言 婆婆也从屋里出来了 她和赵斌对看一眼 不可能吧 是不是那个工作人员弄错了 我看着他们 你堂哥从来都没买过房 她家孩子是怎么上副小的 之前我就问过 你们跟我说 她家脱关系找了人 她家找了什么人 那么能耐 你先别激动 我怎么能不激动 我还向我爸妈借了几十万 才买了那套学区房 就是为了能让小米接受最好的教育 能让她上副小 这件事你们真的不知情 赵斌还没说话 婆婆赶紧抢话道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 我点点头 行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我老公率先拦住了我 唉唉唉 你别冲动 那好歹也是我堂哥 他那脾气 你也是知道的 你这么带着情绪去问 多伤感情啊 婆婆赶紧拉住我 对啊 你先别急 我先去他家问问情况 对 让我妈去 我妈说话好时 我冷笑 她说话好时 就不会住了四五年 不给租金了 我点点头 行 我看他们怎么说 不是他们还能是谁 我婆婆火急火了的就去了 我在手机上查着本事学位房的政策 而赵斌愁眉不展 也在手机上刷着什么 我全当他和我一样着急 我们是外来人口多 所以锁定学位只要有租赁合同去走手续就可以 但是赵斌他表哥没给过一分钱 一直白住那么多年 哪来的租赁合同呢 晚饭后 我婆婆回来了 她回家后忐忑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把一个红包放进我手里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我婆婆拉着我的手道 萧萧啊 我跟你说 你先别着急让孩子上学 要我说小米现在还小 可以再多等两年 我打断了她的话 什么叫多等两年 谁家孩子有学不能上 要等九岁上学 妈 他们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你告诉我 我婆婆为难地看了我和赵斌一眼 道 他们说 这学位是咱们家自愿给他们的 他们包了一千块钱红包给你 要你消消气 都是亲戚 那俊俊再过两年小学毕业了 咱家孩子就能上学了 我都气笑了 一时雨色 几秒后我道 他们说的这是人话吗 咱家谁自愿把学位房让出去 赵斌是你吗 你总扯我身上干嘛 婆婆也拉着我的手 萧萧 要不就算了吧 他们家是男孩子 上学要紧 咱家女娃迟点也没关系 我怒吼 那是你们亲孙子吗 你们这么护着 他们对视一眼后 表情不对了 说吧 我直接起身拿包 要过去找堂哥一家对质 眼看着劝不住 婆婆和赵斌 只好也跟过去 一路上 我给他们家打电话 居然都是关机状态 等到了之后 不管我怎么敲门 居然一个回应都没有 好像都不在家 婆婆低声道 刚才还在的呀 我冷笑 直接打了一个电话 紫韵花园十五号楼 一单元三零三 麻烦你们快点到 我这边着急 我早就预料到了 他们家人会耍无赖 所以早就做了准备 赵斌紧张道 老婆 你给谁打电话呢 我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修所工 搬家公司 今天我就不信 自己家还能进不去 我刚说完这句话不久 门忽然打开了 出来的人是赵斌的唐嫂 她看见我们这架势 一脸谄媚笑道 不好意思啊 刚才带着孩子 睡了一会儿 没听到声 堂哥也出来了 他看着我老公说道 哎呀 堂弟你来 也不说一声 我这儿都没准备 我直截了当道 别装傻了 我婆婆刚才不是来过了吗 我把一千块钱 放在他们桌子上 这钱我不要 你们把学位的事情 解释一下 堂哥和堂嫂面面相去 见堂色不过 他们也变了脸色 弟妹 你怎么说话呢 没错 我们是在你家住 但这学位是你们自愿给的 又不是我们逼的 我盯着她的眼睛 谁自愿给你们的 你们把话说清楚 堂哥冷笑一声 贴了我一眼 下一秒 他说的话 才是真的晴天霹雳 谁给的 当然是赵斌 你老公咯 我诧异地把头转了过去 看向老公 此时我老公脸上 已经是一阵红一阵白的了 他一脸为难地拉住我道 消消咱们先回家吧 你看今天也不早了 堂哥你们也早点休息 改天咱一块吃饭 好好聚一下 我请客 我一把甩开老公的手 生气道 你少在这祸悉尼 女儿的事上 你还胳膊肘往外拐 唐嫂听闻 马上阴阳怪气道 哟 斌子这么听媳妇话呢 我平时可不敢这样 跟你堂哥说话 堂哥接过话茬 是啊 斌子 你平时在家里 没少受憋屈吧 天天让媳妇 这么吼来吼去的 这两句话 好像一下戳到老公痛处了一般 他仗红着脸 冲我大吼道 回家 别在这丢人 我生气道 丢人 自己女儿学位被人占了 窝囊到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才是丢人 话刚说完 一记耳光 便打到了我的脸上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赵斌 耳朵里还回响着嗡嗡的声音 这是我从认识赵斌以来 他第一次对我发火 也是他第一次跟我动手 看到这一幕 堂哥堂嫂在一旁一边窃窃私语 一边看乐呵 这时隔壁颤颤巍巍走出来一个倒垃圾的大叶 我过去拿过大叶手里的垃圾袋 直接摔到了堂哥堂嫂的脸上 只见臭鱿鱼烂虾和腐臭的西瓜汤顺着他们的脸往下躺着 我扭过头看着赵斌道 怎么样 怎么样 这样丢人吗 大叶看到这个情况腿脚一下就利索了 淡定地留下一句 这垃圾等下你们自己收拾 我可不管了 说罢便闪回了房子 堂嫂反应过来一声尖叫 堂哥怒冲冲抬起手 就要向我扑过来 见此情景 婆婆赶忙挡在了堂哥前面尴尬道 你看这事弄的 我回去好好说道 说道他俩 你们快回去洗洗收拾一下 堂嫂低声咒骂了一声 真是晦气 在婆婆的推嗓下 我和赵斌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 我和赵斌一句话都没有说 刚到家 婆婆便抹起了眼泪 她哭道 造孽啊 你们这样闹 让你爸在地下 怎么睡得踏实啊 赵斌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拉着我回到了卧室 刚关上门 便扑通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 然后狠狠地抽了自己两个耳光 他低声道 老婆 对不起 今天让你受委屈了 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自从结婚以来 他堂哥一家就总是无故发难 前前后后各种缘由 从我婆婆和赵斌 这借了差不多有十万块钱 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 而堂哥一家 可以这样兴风作浪的原因 就是当年赵斌他爸去世后 婆婆听信风水先生的话 把坟地安在了他堂哥的果园里 这座坟便让堂哥一家子 有了要挟赵斌的资本 一开始的时候 堂哥一家忙前忙后 帮忙张洛特别热心 但到了第二年便圆形毕露 堂嫂开始念叨说 因为坟地安顿在了自家地里 导致他们果园收成不好 堂哥还大病了一场 话里话外 都是想借机从赵斌身上 炸点钱的意思 时间长了 堂哥堂嫂更是变得咄咄逼人 直到白住我家学区房 和占了我家学位 当时为了小米的学区房 我除了上班 还额外做了两份线上兼职 生病不敢去医院 最后还掏空了我爸妈的家底 现在他们像土匪一样 揪占雀巢 可笑的是 为了死人去为难活着的人 我没有再听赵斌那 老生常谈的卖惨和解释 转身便带着小米回了娘家 见我一脸受气包的样子 我哥急忙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把堂哥一家 抢了小米学位 这事说了之后 我哥气得直拍桌子 随后他便拿起手机 给他工程上的兄弟们 打了个电话 撂了电话 他拍拍胸脯道 你放心 有哥在 就不能让任何人欺负你 第二天 我哥带着我和他 从施工队喊来的兄弟 赶到了我的那个学区房 我心中有点打鼓道 哥 咱们这样会不会有点太过了呀 我哥叹了口气道 你放心 有啥事哥在这呢 你怕啥 我犹豫道 那我看有没有备用钥匙 没等我话说完 我哥抡起大锤 大喊一声 八十 学区房的门 直接被砸开了 搬 随着我哥一声大喊 一群人冲了进去 三下五除二 就把屋子里的那些破烂 给清了出来 好巧不巧 这时堂哥堂嫂买了菜 边走边笑地走过来 看到他们屋子里的东西 全被扔了出来 屋子里被砸得一片狼藉 堂哥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他的脸逐渐憋得通红 钻紧拳头撸起袖子 就冲我走来 堂潇潇 他妈的 昨天挨一耳光 还不长记性 还来尽了是吧 可刚走两步 我哥就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只见七八个大汉围在我前面 这个场面 让怒气冲冲的堂哥 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 我哥皱了皱眉头道 这是我妹妹 你们有什么事来跟我说 堂哥往地上催了一口唾沫道 你还叫人是吧 你以为我怕你 媳妇报警 堂嫂眼睛一转力声道 对 报警 还没王法了 大白天的就带一帮人撬索砸家 唐潇潇 别看你这会儿解气 待会儿有你后悔的时候 说吧 唐嫂便拨通了报警电话 立刻切换到哭腔 显得自己无助又惊慌 是110吗 快 快来人 我们家白天来了一帮劫匪 把我家给砸了 现在围起来要打我老公 你们快多带点人过来 我平静道 编得这么离谱 你觉得有人会信你吗 唐嫂翻了个白眼道 我不管 要么你给我把这屋子恢复原状 要么赔我们十万块钱 否则待会儿警察来了 你就等着去局子里吧 我不紧不慢道 你们跟寄生虫一样 赖在我家不走 还占我女儿学位 怎么好意思再舔着脸 让我给你赔那些破烂的 吵什么 吵什么 散开散开 谁报的警啊 只见一个民警汗流加倍地跑了过来 身后跟来了十几名 拿着防暴插和盾牌的警察 唐嫂此时看见警察 犹如看到了救星一般 她恶狠狠地指着我和我哥道 你们可算来了 就是他们砸了我家还打人 那个民警打量了一番 发现现场没有人受伤 拉下脸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赶在他们诽谤我之前 先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警察转过头 立声问道唐嫂 你们这家庭纠纷 怎么胡乱报假警啊 唐嫂眉飞色舞地狡辩道 不管什么纠纷 他们强闯民宅 砸了我家这事 你也看见了吧 警察反问道 这是你的房子吗 唐哥生气道 我们是租的 不行吗 就算他是房东 房东可以随便欺负租客吗 我冷笑道 好意思说 你们租的 你们给过一分钱吗 警察把我拉开 站在唐哥面前道 我现在 不管你们之间的经济纠纷 你说 你是租户 你把租房合同 和派出所备案的赞助证拿出来 唐嫂自知理亏 反而高声哭喊道 你们警察向着他们 肯定是他们提前给你好处了 果然这城里竟欺负我们乡下人啊 说罢便躺在地上 开始撒泼打滚 这时两个辅警过来 直接一把把唐嫂从地上拽起来 警方的负责人生气道 我警告你 你们之间的家庭问题 希望你们私下协商 协商不果你们可以走法律途径 但是你要是在在这里诽谤闹事 连带你报假警的事情 我们一并处理 你知道你这一个电话 浪费了多少警力吗 这时唐哥和唐嫂彻底被吓住了 两个人低着头不再出声 就在大家都僵住的时候 赵斌亮亮呛呛地挤了进来 他一副窝囊的样子 先是给警方赔礼道歉 保证承诺 然后再给唐哥唐嫂鞠躬道歉 还当我的面给他们拿了五千块钱 让他们最近先去找个别的地方 暂时过渡一下 最后他才走到我的面前 一脸疲惫道 老婆 对不起我来晚了 差不多解气了吧 咱就别再闹了 我哥此时都看不下去了 一把扯住赵斌的衣服道 我妹妹受了这么大委屈 你第一时间先管外人 你还是个男人吗 赵斌此时只是软弱得如同复读机一般 跟我说着对不起 我这时被气得手脚发麻 冷冰冰地撂下一句 你不用跟我再道歉了 我们离婚吧 从学区房离开之后 我跟我哥一起回了娘家 路上我一直在偷偷抹眼泪 生怕让我哥看到 以我哥的暴脾气 要是知道前一晚 赵斌还给了我一耳光 他可能会直接去把赵斌打到住院 到了下午 赵斌的电话还是打了过来 我不耐烦地接起电话冷冷道 你不用再跟我道歉了 离婚的事情你最好 好好考虑一下 赵斌委屈道 萧萧 结婚这么久 除了堂哥家的事 别的方面 我从来没有让你受过委屈 这次你就再让他们一下吧 我冷笑道 我让了七年 跟着你委屈了七年 这次因为触及到了女儿 我不会再做任何让步了 赵斌沉默了一下道 你怎么惩罚 我都可以 但离婚 我是不会同意的 说吧 他就挂了电话 我再回播过去 他居然关机了 我此时越想越气 这赵斌长本事了呀 平时那么窝囊的人 今天竟然这么硬气 于是我直接收拾东西 回到了家里 想和他当面对质清楚 一打开门 发现赵斌已经做好了一桌烛光晚餐 他点头哈腰道 老婆 你终于回来了 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 别生气了 我冷淡到 少嬉皮笑脸的 这次我下定决心了 离婚的事情 你到底怎么想 赵斌脸上的表情 瞬间凝固了 萧萧你 差不多得了 真的要因为这点小事 跟我离婚 我声音颤抖到 涉及到女儿的事情 永远没有小事 赵斌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不是只有你爱女儿 离婚可以 这家里的一切你都拿走 我只要女儿 我反问道 连女儿的穴位都保不住 你好意思说你爱女儿 他红着脸喊道 我能为了女儿净身出户 你能吗 看着他自以为是的样子 我也情绪上头道 我怎么不能 他冷笑了一声道 好啊 那你就净身出户 让我看看 我留下一句 赵斌你记住 我女儿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 这句话之后便摔门而去 但回去的路上 我冷静下来一思索 赵斌平时一贯窝囊 今天怎么敢跟我对吵 还莫名其妙把我带到净身出户这块了 冥冥之中 我觉得心里很不踏实 于是我打电话咨询了我的高中 闺蜜嘉宁 她现在是本市的知名律师 嘉宁听完我的描述后 她赶忙道 萧萧 别犯傻 我感觉这是没那么简单 嘉宁焦急道 萧萧 这种事情 你可不要冲动 你就算真的要离婚 也可以走正常诉讼 来征孩子的抚养权的 不是只能在净身出户 和孩子之间二选一的 果然是这样 赵斌我还是了解的 平时就是个闷葫芦 窝囊成那样 怎么会有这种心眼 嘉宁沉默了片刻 知之无无道 其实有个事情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前段时间 其实我在街上 见到赵斌 和一个女的在逛街 没想到她也看到了我 还给我介绍说 那是她家亲戚 我就没跟你说 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他们举止比较亲密 凭我的直觉 联系今天她跟你说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 多留个心眼吧 说吧 嘉宁发了一张照片给我 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我的脑子嗡了一声 因为照片上和赵斌 一起逛街的那个亲戚 不是别人 正是唐嫂 他们二人肩并肩走在一起 有说有笑 唐嫂一改往日的风格 穿着一身紧身包囤的 粉色连衣裙 这给任何陌生人看 都会觉得 他们是两口子 而且他们之间的举止 确实非常亲密 唐嫂和赵斌之间的片段 如走马灯一般 在我的眼前闪过 一个最难以 让我相信的可能 慢慢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难道赵斌和唐嫂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我和赵斌结婚的时候 他才刚从老家安顿到城市里 听婆婆说之前那段日子 唐哥一直在外打工 常年不在家 赵斌便经常去帮衬唐嫂 他们家的大小农活 还有唐嫂平时有个头疼脑热 都喊赵斌去帮忙 等后来 唐嫂一家搬到市里之后 赵斌也开始了 隔三差五的加班 动辄通宵不回家 除了给唐嫂家拿钱 平时家里但凡有点什么好东西 他也是第一时间给拿过去 给我的说法 永远都是因为他爸的坟地 但现在细细想来 他爸的坟 或许只是他骗了我七年的借口 就在我疑惑摇摆的时候 小米过来一脸稚气地问道 妈妈 你是要和爸爸分开吗 我有点心疼地看着小米道 小米乖 妈妈问你 要是爸爸妈妈真的分开了 小米想和谁在一起啊 小米犹豫了一下 低下头道 想跟妈妈在一起 因为我感觉 爸爸好像没那么爱我 上次我烤了双摆 他说要带我吃披萨 后来都忘了 我笑笑道 你还挺记仇的呀 小米赶忙辩解道 不是 是因为我第二天看到爸爸买了两份 披萨给哥哥带过去了 我觉得爸爸好像更爱 俊俊哥哥 不是那么喜欢我 我心里忽然一惊 冷静了片刻 拿起车钥匙 便带小米出了门 小米不是想吃披萨吗 妈妈带你去 叫上俊俊哥一起 我们现在去接他 我开车带小米来到了傅小门口 小米看着那些放学后 鱼贯而出的孩子 兴奋道 妈妈 我是不是九月份开学 也可以来这里了 我心中泛起一丝酸楚 没有回答他 他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里的穴位 本就是属于小米的 俊俊背着书包 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我摇下车窗道 俊俊 今天不回家吃了 我带你和小米去吃披萨 一听能去外面吃好的 俊俊眼睛都亮了 好爷 吃饭的时候 我无意地问道 你爸爸现在都做什么工作呀 俊俊吃得顾不上我的话 嗯 在工地开夜车呢 我继续问道 那平时你妈妈要给你做饭 也挺辛苦的 俊俊咕噜噜一口喝完可乐 打了一个饱格后道 苦什么呀 我堂叔经常给我们送好吃的呢 我家啥好吃的都有 女儿闻言 落寞地低下了头 我心疼地看了女儿一眼 因为赵斌想要的是男孩 而我生的是女孩 所以这些年 赵斌对女儿的态度 一直很一般 从来没有主动给女儿 买过什么好吃的 更不用说陪伴 他怎么可能真心想要 女儿的抚养权呢 俊俊说完 继续自顾自地狼吞虎咽 我摸了摸她的头道 慢点吃 不急 几根头发落在了我的手心里 晚上 赵斌果然打来了电话 他开口 就语气不善地质问道 听说你今天带俊俊去吃饭了 你这又是唱得哪出 我平淡道 我毕竟上次有点冲动 砸了人家的家 跟大人不好意思道歉 带孩子吃顿饭 就当道歉了吧 赵斌吞吞吐吐道 其实倒也没必要 我平静道 上次你说的我认真想了一下 我同意你的方案 为了女儿 我选择净身出户 我们之间也不要闹得不愉快 我现在很平静 好聚好散吧 赵斌略显激动道 萧萧 这些年确实委屈你了 离婚对我们彼此来说 也是解脱 你放心 后面小米的抚养 我也会尽责任的 我立刻打断道 不过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带俊俊去吃饭了 怎么唐嫂有什么事 都要跟你汇报一下吗 赵斌沉默了 我轻飘飘地补了一句 反正离婚协议 你看着办 最后我签字就好了 说吧 我就挂断了电话 看向窗外 天空阴沉下来 不一会儿便砸下了雨点 两道闪电将傍晚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小米跑来抱住我道 妈妈 闪电了 我怕 我摸摸她的头道 小米不怕 这是雷震雨很快就过去了 先不写作业了 妈妈同意你玩会儿游戏 俊俊哥不是一直要拉你打游戏吗 你去找他陪你玩 小米欣喜地从柜子里拿出他的手机 打开了游戏 随着提米一声 小米打开了游戏 我让她和俊俊打开语音交流 因为没插耳机 很快那边如我所料的传来了赵斌和唐嫂的声音 唐嫂交集道 你说你老婆会不会发现什么了呀 赵斌低声道 你别想那么多 反正只要她答应了离婚 这套房子就顺理成章地到我这边了 小米指了指手机道 是爸爸 我赶忙给小米比了个虚 赵斌 话说我哥鸡碗是不是又上夜班呢 唐嫂 哎呀 孩子今天在屋子呢 随后耳机里传来了两人的笑声 五天之后 赵斌拟好了离婚协议 我发给嘉宁 他帮我看了之后 感叹道 赵斌真狠啊 真就一毛没给你留 他是在把你当傻子吗 我微微一笑 无所谓 因为真正的好戏 现在才开始 我给赵斌打去电话告诉他 为了女儿 我对协议没有什么意义 既然好聚好散 那就把亲戚们叫来在外面一起吃一顿饭吧 也算正式跟大家宣布一下这个事情 赵斌迟疑了一下道 没这个必要吧 我平静道 我只是想到时候让女儿再跟其他亲戚告个别 我们和平分开这样 也算给亲友们有个交代 他思索了片刻道 那行吧 我来安排 到了聚餐的那一天 我提前带着一包厚厚的文件来到了饭桌上 餐桌上婆婆表情五味杂陈 堂哥堂嫂却恰恰相反 一脸得意地等着看我笑话 仿佛在这场战争中 他们大获全胜了一班 婆婆叹了一口气道 当年为了给你们结婚 我和她爸基本上搭上了牢底 现在你们说不过就不过了 那些钱可不全打水漂了 我诧异道 离婚我一分钱都不要 怎么现在还成了我的不是了 婆婆拉下脸道 那她重新结婚要不要钱呢 你是女的 你二婚还能再要点彩礼 不是还得再往外搭吗 我听婆婆这话 差点笑出了声 我还在呢 就当着我面 盘算赵斌二婚花钱的事 唐嫂听了婆婆的话很是不悦 她翻了个白眼 又不敢和婆婆说什么 只好抓起一大把桌上的瓜子 对我阴阳怪气道 哟 那天来砸我屋子的时候 不是挺能耐的吗 怎么今天捏了 堂哥喝了一口浓茶道 要我说斌子 你这婚离得也对 大男人整天回家受媳妇的窝囊气 我想想都糟心 赵斌在一旁低着头尴尬道 大家都少说两句 动筷吧 动筷吧 就在所有人准备冻筷子的时候 我端起酒杯站起来 今天把各位亲友聚在这里 是想跟大家告知一下 我和赵斌离婚的事情 在这里 我先向大家道个歉 这些年来 由于我的任性 没有处理好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 造成了许多矛盾 才导致了现在这个结果 但离婚是我和赵斌 共同商量的结果 对我们来说 彼此也是一种解脱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 说吧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赵斌赶紧道 差不多了 我们快点吃饭吧 我推开赵斌的手 从包里拿出那一达文件 分发给了每个人 赵斌紧张道 萧萧 你这是干什么 我微微一笑 我们的离婚协议书啊 让大家都看看 然后我们现场就签了吧 赵斌犹豫道 这个没必要给别人看吧 咱们自己回头对就行了 堂哥一边笑 一边打断道 看看也行 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但打开的那一瞬间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他一拍桌子起身质问道 亲子鉴定书 你搞什么名堂 我平淡道 别急呀 堂哥 你看看那下面写的是 谁和谁的亲子鉴定 堂哥颤抖着双手 目光极力地向下寻找着 只见最后一行赫然写着 赵俊俊与赵斌的血缘关系 为99.9% 赵斌慌忙打开这个文件 只见他的脸色瞬间煞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唐嫂战红的脸 堂哥一下把鉴定书撕个粉碎 对我喊道 他妈的 你连离婚还用这种手段恶心我们 婆婆也板着脸道 萧萧 你开这种玩笑过分了哈 这时我打开了手机的录音 随着踢米一声 我把那天小米游戏语音的内容录了下来 免提播放了出来 听着赵斌和唐嫂之间的调情 堂哥脸色越来越差 他逐渐卸了劲 瘫坐在了椅子上 唐嫂颤颤巍巍道 那个 孩儿他爸 你听我解释 没想到他这一句话 彻底把堂哥点燃了 他直接一耳光扇在唐嫂脸上 堂嫂瞬间就被扇出了鼻血 然后堂哥起身撸起袖子 就冲赵斌扑来 赵斌扑通一下 跪在堂哥面前道 哥 你听我说 这中间有误会 堂哥没等赵斌的话说完 直接抡起桌上的开水壶 朝赵斌的当步杂趣 满满一壶开水 泼在赵斌身上 他惨痛的尖叫声 瞬间响彻整个房子 但堂哥依然没有停手的意思 继续朝赵斌的下体猛攻 堂哥一边打一边喊道 他妈的我让你帮我照顾你嫂子 是让你俩乱搞的吗 老子在外面拼死拼活地干苦力 合着是给你在这养儿子啊 我说你他妈这么好心 主动把学位给我们 合着你才是他爹呀 那么爱给人当爹 我今天就把你打得去见你爹 我拿起一张纸巾递给唐嫂悠悠道 唐嫂其实你也挺可怜的 你不会真以为她跟我离婚后 房子和钱都会给你吧 唐嫂听到这句话彻底破房 大哭了出来 看到赵斌捂着当步在地上打滚 唐哥干脆直接掀翻了饭桌 你等着 老子现在就回去把你爹的坟挖了 把他的烂骨头渣子全给养了 婆婆捂着胸口挡在唐哥面前哭道 可不能刨他爹的坟啊 这事要遭天谴啊 唐哥气冲冲地一把推倒婆婆 去你娘的 你儿子干这种事的时候都不怕遭天谴 我怕什么 跑出来让他爹看看他儿子在阳间都干了些啥事 被推倒在地的婆婆一口气没喘上来 便直接晕了过去 赵斌狼狈地拦住唐哥道 哥 先别打了 叫120 我妈 我妈昏过去了 唐哥朝赵斌脸上吐了一口唾沫道 这就不行了 你还算个男人吗 说罢一拳狠狠砸在了赵斌的太阳穴上 赵斌白眼一翻 也昏了过去 唐哥恶狠狠地看向唐嫂道 现在该回去收拾你了 随后转过身 一把撕住唐嫂的头发 将她生脱了出去 唐嫂的惨叫声 回荡在走廊里 却无人赶上去帮她一把 自作孽 不可活 赵斌在睁开眼睛 已经身在医院了 浑身缠满了绷带 除了外伤开水烫的面积也不小 大夫说烫伤范围再大一点 随时就有生命危险了 这时病房里走进来两个警察 见警察进来 插着氧气管的婆婆赶忙拦住道 那个警察同志 这自家闹点小矛盾动了下手 怎么还惊动你们了 真是不好意思 警察平淡道 我们不是出的打架的警啊 我们出的是诈骗的警 你们这谁叫赵斌啊 赵斌此时虚弱地看着我道 唐潇潇你真阴啊 还报警 就算我跟他怎么样 那顶多也就是道德问题 你觉得警察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吗 这时嘉宁从屋外走了进来道 谁说是家务事了 只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公司财物的就构成诈骗罪 所以即使你们是夫妻关系 你社局骗潇潇净身出户 这也算犯法了 警方仔细打量了一番病床上的赵斌质问道 你这伤是怎么搞的 打你的人现在在哪 赵斌看着警察拿出明晃晃的手铐 他彻底不再出声了 以五一时地交代自己所有的事情 警察摇摇头道 你这被打也属于重伤害了 打你的那个堂哥我们会抓住的 就在这时赵斌的微信上谈出一条消息 是堂哥发来的一条视频 堂哥真的连夜赶回了老家 叫来了挖掘机 开进果园 把他爸的坟挖了个底朝天 还把他老家的那三间平房顺势推倒产平了 结果就是堂哥很快也被警方给控制带走了 这件事在市里也传开了 因为婚内诈骗这个概念比较新颖 很快变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 赵斌之前的种种人渣行为被扒出来后 互联网上骂声一片 今天敢骗钱 明天就敢杀人 希望严惩 女孩子们在婚姻里 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 不到48小时 赵斌虽然人在病房 但外面的世界里 已然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处 或许现在病床上 才是他最安全的地方 这个案子出名 有很多特殊的原因 一个是诈骗未遂 另一个属于婚内诈骗 贾明告诉我 在法庭上 我有谅解权 这将直接决定 赵斌最后的命运 在这期间 身在看守所的赵斌 多次要求见我 要向我承诺 向我忏悔 向我赎罪 但此时的我不会再相信 他任何一个字 也完全不会被他打动 我一想到 曾经海事山盟的枕边人 竟设局如此陷害我 我就不会原谅他 到了开庭这一天 在法庭上 还缠着绷带的赵斌 一边哭着 一边亮亮呛呛地跪了下来 祈求我的原谅 我冷冷到 赵斌 结婚以来 一遇到问题 你就跪下求我 曾经的我竭力去理解你 但现在 我想明白了 你那都是 鳄鱼的眼泪 在人性和贪欲面前 你对我的爱 根本一文不值 我不会选择原谅你 因为你要为你的 所作所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 所以我不选择谅解 希望法官依照法律 给他应有的惩罚 最终法官的锤子落下 赵斌被判了一年 他的净身出户计划达成了 只不过结局是他净身出户 随后堂哥因为 故意伤害等罪名 也被判了刑 没有人再见过堂嫂 据说那天回去 被堂哥打成了猪头 连夜便收拾东西跑路了 学区房收了回来 但学位系统没办法更改 于是法院判了堂哥家 赔偿小米上 私立学校的所有费用 走出法庭 看到一群记者围着我 想采访我这个 婚内诈骗的当事人 但我没有任何想表达的 这场官司 我也是输的一方 因为我输掉的是自己错付的爱与青春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爸妈把我高中录取通知书藏起来 骗我说 你要是考上了 我们砸锅卖铁都供你去读 你是姐姐 就应该扶持你弟 我把通知书拍桌子上 我爸几下撕个稀巴烂 你要是敢去读书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那就断绝关系吧 老祖宗说 读书可以明智 我爸妈让我读书 是因为识字有文化的女孩子 聘礼多一些 出去打工好进场 聘礼和赚的钱 可以给她儿子修房子 娶媳妇 为了可以束缚住我 明明我是妹妹 她们却从小告诉我 我是姐姐 要对弟弟好 这些话被她们像念锦箍咒一样 日日念 夜夜念 我爸妈张嘴闭嘴都是 你是姐姐 我存在的意义 就是帮扶弟弟 用自己的血肉去供养他 我在做家务 他在外面封丸 我读书的时候 他手里拿着糖填着 眼里不屑 嘴上挖苦 读书 有什么好的 还不如去河里摸螃蟹好玩呢 所以他小学留级 初中成绩排名倒数 即便如此 他依旧是爸妈的心肝宝贝 我年年考第一 他们也是不屑一顾 还嘲讽说 女孩子读这么多书 有什么用 还不如去打工赚钱 谁谁谁家女儿 寄了多少钱回来 他们都修起房子了 我但凡敢反驳一句 就要挨一巴掌 渐渐地 我也学乖了 打工是不可能是去打工的 书我一定要读 读到大学 考术 考博 我这样的农村姑娘 除了读书 还有其他出路吗 或许有 但哪一条路 不是荆棘密布 不走个头破血流 好干心血 休想摘到果实 甚至还会死在半路 若我多读书 是不是会少走许多弯路 读书明智后 是不是就会少被欺骗 少遭社会毒打 他们早已经商量好 等我初三一毕业 就去打工 即便老师告诉我 中考我是全镇第一名 他们依旧藏起我的录取通知书 欺骗我 不是我们不让你读 是你根本没考上 你要是考上了 我们砸过麦帖 也让你去读 他们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黑脸 安泽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笑着 我一直都知道 他们不爱我 我在他们眼里 不过是养大的 可以赚钱的人形机器 但在这一刻 我还是冷得浑身发抖 你弟再过两年也要中考 他这个成绩 肯定考不上高中 只能去计校 你是姐姐 得多赚钱 以后给他开个店 等他将来发达了 能少得了 你好处 现在都靠不住 还将来 如果我考上高中了呢 什么 我爸显然没想到 我会忽然来这么一句 说话舌头都没捋直 双眸严厉地瞪着我 安阳 小小年纪 你倒是学会撒谎了 反了天了 他说着就开始解皮带 皮带抽打在身上的痛苦 我小时候尝过一次 那是安泽偷钱 他们舍不得打儿子 就怪在我身上 打我出气 打得我皮开肉绽 疼了好久 深入骨髓的恐惧袭来 我更明白 这是我唯一一次争取的机会 所以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 拍在桌子上 他解皮带的手一僵 然后拿起录取通知书 三两下四个粉碎 我张着嘴 感觉整个人都要窒息了 我恐慌到极点 却发不出声 眼泪却根本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好一会儿后 我找回自己的声音嘶吼 我要读书 我一定要去读书 哪怕是死 我也要死在学校里 啪 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打一巴掌 他问一句 你还去不去读 去读 我满嘴都是血 感觉牙齿都松动了 脸被打肿 肿到眼睛都看不清楚面前的人何物 我要去读书 我要去读书 我喊出声的时候 不停地咳 吐出来好多血 安泽吓傻了 楚在一边 我妈拉住他 当家的 别打了 再打就打死了 打死了 就没办法为这个家赚钱了 打死人 是要偿命的 安阳 你要是敢去读书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你也休想我给你一分钱 失望 绝望交织在心里 我跪在地上 捡起被撕碎的录取通知书 跌跌撞撞 朝外面走去 安泽拉住我 安阳 他从来不喊我姐 他觉得我不配 我甩开他 含糊不轻道 你这种废物 怎么会懂 不会懂我为何一定要与命运抗争 不会懂我想去读书 是想离开这个让人窒息的家 我走出家门 往镇上走去 这一刻 我知道 只有我的老师能帮我 村里人见我满头烂脸都是血 怜悯地喊 安阳 你这是怎么了 你爸妈呢 爸妈 那是我的爸妈吗 我只不过是他们养的牲口罢了 到了镇上 对着我指指点点的人更多 师娘看见我时 吓得惊呼 安阳 用扭头朝屋子里大喊 老魏 老魏 你快来 见到魏老师的时候 我冬就给他跪下了 老师 您帮帮我 破碎的通知书 被打烂的脸 看不见的未来 漆黑黑一片 你先起来 老师来想办法 为老师带着我去县城学校 补录取通知书 教导出的老师看见我的脸 轻轻叹息一声 每年多少人考上 却没能来读书 选择出去打工 像这位拼了命想读书的女孩 真是少之又少 什么时候 我们的教育才能做到男女平等 但是有了通知书也没用 我没有钱 交不起学费 更没有钱吃饭 生活用品样样要钱 卫老师在一边抽着烟 烟雾缭绕中 满面愁容的他 忽然开口 安养 老师 我打断他的话 老师 我可以休学一年去打工 什么 卫老师显然没有想到 他沉默着 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好久后才说 我跟你去走走 先把休学证明拿到 卫老师带着我去学校说明情况 又去县城教育局 看我鼻青脸肿 工作人员摇头叹息后 在证明上给我盖章 村长看着学校 县城 镇上教育局都已经盖好章 他倒是很痛快 临别时 他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 递给我 安养 这是博的一点心意 恭喜你考上高中 好好读书 读书是有用的 村长 谢谢您 休学的事情办好了 去哪里打工赚钱 又成了问题 卫老师又带着我去县城 找他一个老同学 好不容易拿到对方电话 他对着电话那头连连保证 老同学 我也是没法子才找到你 你放心 这孩子听话 能吃苦 只要是正儿八经的活 他都能干 女孩 没事 让他把头发剪掉 身份证 我会给他去办 对方刚好有朋友要去海市 顺便带我一程 离开前 卫老师带着我去理发店 剔了寸头 对 越短越好 上车前 我看见卫老师站在路边抽烟 见我看他 他又赶忙 朝我挥挥手 我到海市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工地上扎钢筋 很苦很累 但是能赚到钱 而且管吃管住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来月经 可以省一笔开销 更庆幸现在天热 不用置办棉衣棉被 穿着最便宜的衣服 从路边摊买来的解放鞋 卫老师的同学让我喊他胖叔 他挺着个圆滚滚的肚子 嘎指窝加个皮包 派头十足 每次见他都烟雾缭绕 1995年9月 我拿到自己的工资 412块 别人都是压一个月发 有的更是年底发 也就是你了 哎 谁让你胖叔 我心善呢 你为老师给你寄的身份证 收到了吧 我拿着钱用力点头 明天我带你去银行存钱 谢谢胖叔 谁让我是你胖叔呢 在这十里洋场 有人一夜暴富的年代 我抱着四百多块钱 一夜不敢合眼 连书都看不进去 怕被偷 怕弄丢 再加一点点 就是我一个学期的学费 是我的命 更是我的未来 天亮我就站在门口等 等胖叔带我去银行存好钱回来 我又开始找地方藏存者 我想过放在身上 但是出汗会把它弄坏 最后藏在一块空心砖内 安阳 那这个月洗衣服的钱 一个月五块钱 早时候他们把内裤也丢给我洗 胖叔把他们臭骂一顿后 我没有再洗到过他们的内裤 二十个工友 一个月就是一百 一年一千二百 我可以拿来买书 以及一些生活用品 偶尔还能犒劳一下自己的嘴 买金猪头肉 买两个苹果 犒劳动赚来的钱 即便给他们洗裤衩子 臭袜子 我也觉得不脏 到了冬天 衣服后 他们给我加了三块钱 我买了煤球炉 烧些热水对冷水里洗 我依旧留着短短的头发 但是我长高了 也是大姑娘了 工友都要回家过年 胖叔不放心 我一个人在工地 便喊我去他家过年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不是每个父母都重男轻女 也不是每个男孩都会欺负 压迫 嫌弃自己的姐妹 胖叔一双儿女和睦相处 十岁的弟弟 一会儿给我拿苹果 一会儿给我拿糖 姐姐 你吃 还用勺子给我舀肉 热情懂事又可爱 除夕那晚 我收到人生第一份压岁钱 一百多到我难以置信 胖叔拿着 好好读书 以后赚钱了 孝敬你胖叔 婶子也笑着让我收下 姐姐 我们去放烟花吧 我被拉着走出屋子 看着烟火冲上夜空 炸开后绚烂多彩 姐姐 我们去买仙女棒吧 我给你们买 好呀 好呀 姐姐真好 选好仙女棒 我准备付钱的时候 胖叔弟过去一张五十的人民币 你们两个小家伙 姐姐的钱是要留着读书的 我是真的不会胡乱花一分钱 因为我知道赚钱不易 更知道读书需要花很多钱 一个人养活自己容易 但若还要供自己读书 却很难 即便难如上青天 我也绝不能半途而废 借助在别人家 要有眼力见 洗碗 扫地 切菜 做饭 带两个弟妹一起做作业 我的高中 用书都是胖叔 带我去废品市场逃回来的 还有很多新的练习册 练习题 贫穷的我对这些示弱珍宝 富裕的人将他们肆意丢弃 有些题我会做 不会做的看着答案去琢磨 实在琢磨不出来 记在本子上 等回学校找老师问 这个年是我有记忆以来 过得最轻松 最舒适安逸的一个年 眼见着工地即将开工 我也该离开了 婶子问我 安阳 要不要婶子给你重新找一份工作 你洗衣做饭都会 那家呢要找一个保姆 工资开五百一个月 你做得好 还有二百块奖金 当然你要做的不止洗衣做饭这么简单 最重要的事情是引导那家孙女 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我愿意去 只要做得好 一个月下来可以多二百块 这对我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多攒一分钱 底气就会足一分 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就连站在门口 看着我笑的奶奶都格外慈祥 你就是安阳吧 云奶奶好 好好好 快进来 云家有自己的阿姨 显然也知道我为什么来 对我还算照顾 做饭的时候 会教我做适合主家口味的饭菜 洗衣注意事项 那衣裤袜子用哪个盆 肥皂 洗衣粉也不同 脱地后要用抹布擦干 主家的鞋子要日日更换 摆放端正 来客后泡茶轮不到我 切水果要摆盘 活看着多 其实并没有都叫我做 多数是刘阿姨做 我跟在边上学 想要在有钱人家干 这些都是必备的 你跟着我学不亏 砸我饭碗的事情 也就是你我才教 一般人我可不干 谢谢刘阿姨 来海事后 我学会了嘴要甜 眼睛要亮 脑子要灵活 喊一声歌 喊一声书 喊一声姨 喊一声爷爷奶奶 伸手不打笑脸人 靠自己双手 不必卑微 但是嘴甜 可以让很多事情变得简单 所以做好活后 我就可以找个地方学习 云奶奶家有收音机 我可以跟着磁带学习英语 把初中没有学好的 重新捡起来学 顺便把高中的也学起来 我第一次见到云娇的时候 我觉得她像一个公主 她穿着蓬蓬裙 小皮鞋 声音巨傲 带着沈氏的目光打亮 你是谁 我知道 我迟早会跟她见上面 毕竟我就是因为她 才会来到这里 云爷爷 云奶奶 希望她看见我对读书的渴望和执着 让她也能认认真真读书 我叫安阳 安阳 我家新来的庸人 我点点头 她上前几步 随手翻了翻我的书本 练习册 你来做庸人还读书 高一的书 我家里不让我读书 我出来打工赚学费 等到八月份 我就可以回去读书了 她像是明白了什么 冷哼一声 扭头就走 或许她不相信 不相信这世上 还有人不能去学校读书 我不用上赶着去证明什么 慢慢地她会看懂 会明白 她是真公主 可以任性 而我是普通女孩 我没有试错的成本和资格 云娇还是我行我素 在家里唱歌跳舞 带着同学回来玩 男男女女 闹得很晚 云爷爷 云奶奶 拿她也没办法 说她两句 她的声音比长辈还大 我成现在 这样子是谁的错 别人问起我 她笑得意味深长 我家的庸人 在自习高中知识 想着以后考大学 云娇说完先笑 她的同学 朋友 也跟着笑 我站在一边 并不觉得好笑 也没有觉得被侮辱 我端水果 收拾他们放在一边的碟子 垃圾 安阳 嗯 我爷爷奶奶 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你从我家 离开怎么样 并不怎么样 我十分清楚 我为什么来到这个家 得到这个轻松 又能学到东西的工作 我八月份会离开 云娇和她的朋友们 轰然大笑 很显然不相信 我真的会走 在他们眼里 我读书是装的 所谓的坚持 也是装的 我并不会去解释 时间会证明一切 云娇开始送我东西 衣裳 首饰 皮鞋 我不再穿解放鞋 而是跟着刘阿姨 去市场买的白瓦鞋 在云娇送我的各色皮鞋中 它干净又纯粹 能靠独背的 对我来说不难 难的是要理解吃透 我又去过几次废艇回收站 买的最多就是书 便宜实用 别人不要的书 在我这里都是宝贝 我像一块海绵 吸取着各种各样的知识 也增长见识 我的头发也长了 个子也长高了 想不到你白了还挺好看 云娇的夸奖 让我有些羞涩 八月 是我即将离开的日子 你真要回去读书 云娇问 她比我大一岁 休学在家好几年 但我知道 她在外面混得很好 自己买房 买车 还买铺子 她还炒股 她的人生经历 在我这里就是传奇 和我的暗淡无光相比 她光芒万丈 耀眼夺目 我不嫉妒她出身好 我只羡慕她能得到家人宠爱 关怀 读书真的是唯一出路 云娇似乎很不明白 条条大路通罗马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但对我这样子的人来说 读书是唯一出路 你要是信得过我 把你那几千块钱交给我 不出两个月给你翻几倍 我笑着摇摇头 我这一点点钱 是我对未来唯一的义仗 我没有任何退路 也不敢拿它做赌注 人个有志 我逼你做什么呢 云娇说着 递给我一个精美的笔记本 家里电话你知道的 这里面是我房子的电话 你如果遇到事情 可以打给我 在我云娇这里 钱能摆平的事情 都不是事情 送我到车站那天 云娇抱着我说 安阳 我决定去读书了 先在国内读到大学毕业 再出国 有事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呀 来时身无分文 彷徨无助 回去时带着六千块钱 这是我未来三年的学费 以及生活费 也是我的未来和希望 我坐在火车上 朝站台上的云娇挥手 我们会再见的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 从车水马龙 高楼大厦的繁华海市 回到房屋破旧 街道坑坑洼洼的县城 我心里一瞬间 有那么一点落差 但我很快调整状态 先去学校填写复学资料 又买些东西去探望魏老师 魏老师还是和去年一样 看见我后笑得开怀 长高了 师娘笑着道 还长漂亮了 对于重返学校读书 我有自己的打算 开学期间 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住学校 学校是有勤工俭学的机会 但是比我还困难的同学也有 我想着看看能不能找个家教 不需要多少钱 星期六星期天 能让我有口饭吃就行 我去争 也未必能争得过 有些家长有远见 会给孩子找辅导 我要求不高 给三块两块都成 只要能让我星期六星期天吃饱饭 不用花自己的钱 等到寒暑假 我还可以去找个包吃包住的工作 开学第一次月考 我考了年级第一名 因此也找到了家教工作 教一个初二的女同学 五块钱一天 但是要给她做午饭 晚饭 赵与寒爸妈开着两家饭馆 家里有钱 就是没时间管她 她学习成绩很差 而且她很不服管教 根本没心思读书 天天想着出去玩 安阳姐姐 听说你去过海市 你跟我说说海市是什么样子的 到处高楼大厦 很多车 人来人往 到处都在建房子 海市的人 把读书看得很重 赵与寒压根不信我的话 你莫不是在骗我吧 我想了想 我可以借你家电话 打个电话吗 你用 我给云娇打去电话 电话接起后 云娇开启抱怨模式 天哪 我真的要忙死了 每天那么多作业 那么多功课 我还要弹钢琴跳舞 我最近学了摄影 化妆 想到我以前画的鬼样子 啊哈哈 安阳 我给你寄的练习册收到没有 那是今年最新版的 还有各种辅导书 你可一定要争气 考到海市来 我回到 好 赵与寒问我在海市做什么工作 保姆 他十分不相信 所以我给他切了几次苹果 带着他去田野摘花回来 教他插花 教他切菜做饭 要让一个人静下心来读书 是一件容易又不容易的事情 赵与寒喜欢新奇事物 对于云娇说的摄影 化妆感兴趣 一定要他爸妈买相机 买化妆品 你期末考试 能到前一百名 就给你买 他是拼了命的读书 学期结束 刚好第一百名 赵爸爸高兴地立即带着他去县城买 想着他们过年也很忙 让我寒假也给赵与寒补课 吃住在赵家 一天十块钱 教赵与寒的同时 顺便照顾赵与寒间看家打扫卫生 钱不多 但我不嫌少 有个栖身地方 遮风避雨 吃饱穿暖 还能学习 再没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因为我下学期要跳级读高二下 赵爸爸最喜欢说的话 我的宝贝闺女啊 多跟你安阳姐姐学 好好读书 你爹赚的钱都给你 赵与寒冲我几眉弄眼 然后假装乖巧给他爸爸灌迷魂汤 知道了爸爸 看着他们父子女校 其乐融融 我笑着走出屋子 深深吸口气 终有一天 我也会有属于我自己的家 我的学习资料 同学界 我都会给 问我问题 我会的也从不藏桌 我们这个县城 教育资源和海事相比 一个天 一个地 考大学 去好学校 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有时候一分之差 就会与想去的学校擦肩而过 进入高三 学习压力就更重了 各科资料都需要买 我那点钱只剩下一半 老师说 如果能考县状元 是状元 省状元都会有奖励 县状元我还有一争之力 但是 省我可不敢想 即便教育资源落后 一个省那么多学生 各个聪明伶俐 我可不敢好高勿远 我从云郊那里得知 大学可以办理助学贷款 大学有各种奖学金 大学生赚钱渠道更多 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向往 我下决心一定要考去海市的学校 当高考倒计时挂在墙壁上 一天思一夜 我是什么都不去想 安心学习 安心复习 刷各种云郊给我寄来的练习册 离高考还有一个月 即便每一道题都会做 我的神经还是紧绷起来 安阳 有人找 我去到老师办公室 见到我爸的瞬间 汗毛倒立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个时候 他来做什么 见我沉默 他倒先开始哽咽 安阳 你妈得了重病 快不行了 你跟我回去看看吧 不 这不是真的 他一定是在骗我 直觉这就是一个陷阱 一个等我回去 就万劫不复的陷阱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 我不回去 班主任很了解我的情况 他也怕我跟着回去后 被家里控制 离高考只有一个月 出一点点意外 对我来说 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不可能再等一年 也没有钱支撑 我再复读一年 老师把我拉到 一边劝 你不回去 别人会说你不笑 你爸会来学校闹 有些不好的舆论 会如影随形 跟着你一辈子 安阳爸爸 你是怎么来的 坐车还是自己开车 我走路来的 那我开车送你和安阳回去 如果他妈妈真病得严重 还是要赶紧送往医院 安阳马上就要高考 这学习是一天都耽搁不得 孩子的前途和未来都迫在眉睫 咱们做大人的可不能拖孩子后腿 你说是不是 我爸抿着嘴点头 班主任老师借来车子 为了防止我被扣下 还找了一位年轻力壮的男老师同行 一路上 我紧张地抠着手心 用疼痛压制心里的慌乱和恐惧 我离开的时候 没想过再回来 一进到村子 村民们说的最多的是 安阳回来了 读过书就是不一样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 还不如早点嫁人呢 就是啊 嫁人还能得一笔嫁妆呢 愚昧又无知的村民 对我指着点点 挑三拣四 只有我感觉 每走一步都很虚浮 整个人都飘着 班主任拉住我的手 如果你妈妈真病得很严重 你怎么办 我要回学校 她生与死 都不能阻止我回学校 我但凡还活着 还有一口气 爬也要爬去高考 我一定要离开 永永远远地离开这里 在大门口看见安泽的时候 她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 吊儿郎当地看着我笑 哎哟 这不是我那离家出走 志向高远的姐姐吗 咋回来了 我没搭理她 她嬉皮笑脸地呵呵几声 喊了养的大黄狗 一有所指的挖苦 有的人还不如一条狗 养条狗 至少还知道摇尾巴 房子比我离开的时候 救了很多 到处脏兮兮的 屋垢一层又一层 尿骚味 臭味 熏的人恶心作呕 老师 你们坐 安阳 进去看看你妈吧 我还没迈不进去 里面传来哭嚎声 安阳 是你回来了吗 安阳 是妈对不起你 你进来让妈看看你 我站在门口 挪不动脚 哭嚎声越发加重 安泽走到我身后 在我背上 用力推了一把 我一个猎切 差点摔倒 自然也看见床上的人 我名义上的妈 她瞧着是瘦了老了 却不像是病得快要死了的样子 安阳 你真是狠心啊 这一走就是好几年 都不回来看我一眼 我命苦啊 她命苦吗 怎么会命苦呢 有儿有女 丈夫也没有动不动打她 家里一点钱都捏她手里 早些时候家务地理活我都帮着干 甚至比她干的还要多 我冷眼看着她哭嚎 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 你难得回来 就在家里住一晚吧 我还要去学校 留下是绝对不可能留下的 这个家 我一点不敢住 我怕今天睡下 明天醒来 就不知道在谁家的屋子里 地窖里 成了谁买去的媳妇 老师说送她去医院 她不去 说家里没钱 费那个钱做什么 我要回学校 她也没说给我钱 只说让我周末回家来 她如今病了 指不定什么时候两眼一闭 我们是见一面少一面 回学校路上 班主任说 你爸妈会不会见你有出息 想和你先拉近关系 老师 你不了解他们 我有时候 不想把人性想得很坏 但是他们 我必须防备着 还有一个月就高考了 赵雨晗那边 我已经不去补课 专心留在学校备考 即便是周末 我也申请住在学校里 若非必要 我绝对不会出校门一步 还有半个月高考 我在寝室做练习册 门卫过来敲门 安阳 大爷 有事吗 门口有人找你 他说是你爸 你妈快要不行了 已经送去医院抢救 你快去看看吧 我心咯噔了一下 这要巧的吗 是真的要死了吗 还是说就是一场阴谋呢 我不知道 我恍惚中把书本合上 临走时 看向云娇送给我的笔记本 这两年只有发生高兴的事情 我才会以写日记的形式用到它 我翻开第一页 是云娇的电话号码 我慢慢合上 我是要走出困境 活成自我的人 大爷 我们学校还有别的同学 老师吗 你这孩子 你妈都快要死了 还问这些事干嘛 快跟我走吧 大爷十分不赞同我的冷血 我又问他 大爷 我马上就要高考了 如果我被强行带走 你会拉住我吗 或者帮我报警吗 我很想问他 他一把年纪 真能拉得住吗 我不想把人想得很坏 但我是真的怕 所以我提笔写下 如果你们回来我不在 请帮我第一时间告诉班主任老师 走出寝室 我还是不放心 返回去写了两张纸条 随身带着 我跑去老师办公室 没有人 我往班主任办公室塞进去一张 如果我礼拜天晚上 没能上晚自习 班主任应该就知道 我出事了 我又想到平时有人的食堂 好在食堂真有人在卸货 叔叔 有事吗 你们卸货需要多长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就好了 如果去医院 来回半个小时肯定不够 根本没办法与人约定什么 叔叔 你有电话卡吗 这一刻我无比后悔 为了省钱 连张电话卡都没有买 如果有电话卡 我可以给班主任打个电话 告知他我的去向 没有爱 说不上失落或者别的 我该做的都做了 如果不去医院 会被千夫所指 处在正要高考之际 我还承受不起 但到大门口 我爸站在门口抽着脸 抽着烟 不远处还停了一辆面包车 面包车微开的玻璃窗 有烟冒出 安阳 走吧 去医院看你妈 你怎么来的 走路 他嘴里说着走路 却朝面包车方向走 面包车后门被打开 我看见车里面的安泽 而医院在相反的方向 我几乎瞬间 扭头拔腿朝学校跑 被他一把揪住头发的时候 我又痛又恨 我为什么要把头发留起来 我就应该把自己剃成光头 大爷 救我 门卫大爷大喊出声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学校对面文具店的老板娘 听到声音出来 也跟着质问 你干什么 她是我闺女 她妈快死了 我带她回去 见她妈最后一面 不是 不是 她不是我爸 她是人贩子 我红着眼反驳 她说她是我爸 而我确实跟她出来了 门卫大爷可以证明 那么我要怎么才能不跟她走 要怎么样才能让文具店老板娘 不放我走 有办法的 我呼得撞开人 往文具店里冲 进去后看见什么砸什么 啊 天哪 我的东西 你住手 你给我住手 文具店老板娘还朝楼上喊 还她爸 你赶紧下来 有人砸电 绑大腰粗的汉子下来 紧紧捏住我的手腕 干啥呢 小丫头骗子 胆肥呀 接你不赔老子损失 休想走 一句话 赔钱 两千块 一分不能少 否则接着是绝不善了 安泽连车都没赶下来 我名义上的爸 只摆手说不认识我 不认识 那你刚刚拽人家姑娘走 莫不是人贩子吧 学校周边也有人来回走动 他们可以不管闲事 但是有热闹却会看 最后闹进派出所 东西是她砸的 凭什么要我赔钱 我是她爸又怎么样 我赔钱 我呸 大不了你们让她去坐牢 我坐在椅子上 看着对面情绪激动 口沫横飞的男人 这瞬间 她再也不是我爸了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认她 等我从这县城离开 以后我再也不会回来 以后也不会管她 直到班主任满头大汉 跑进来 安阳 老师 被她拉在身边 我才找回一点点热乎气 她去跟文具铺老板谈 虽然我砸了东西 但也是情有可原 钱是该我赔的 我也必须赔 但是不是全部赔 摔坏的赔 还能卖出去的 不该让我赔 她又对姓安的男人说 你妻子根本没生病 你用借口把安阳骗回去 你想做什么 你心里清楚 安阳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应考生 而且她已经满18岁 已经有自主选择权 你们已经不是她的监护人了 没有权利为她做任何决定 我无比庆幸 我已经年满18岁 姓安的临走时 看我的眼神 恨不得生吞了我 文具店老板坐在一边 好一会儿后才说到 我也不多要你钱 赔我一块钱就行 从两千块到一块 是同情 亦是心善 老板 谢谢您 嗨 那些东西确实能继续卖 我也不能敲诈 你个小姑娘 是吧 这是道啊 血脉亲人要把我推入火坑 陌生人却对我释放善意 从派出所出来 班主任说 先去我家住一晚 又摸摸我的头 安阳 一定要坚强 老师 我会的 我买了电话卡 给云娇打电话 说着说着 哽咽出声 云娇 嗯 我在 安阳 我一直都在 你等着 我马上来找你 我来当你的盾牌 你什么都不用管 只管备考 用最好的状态 考到海市来 我以为他只是说说的 两天后 在学校门口看见他 被他抱在怀里 还像做梦一样 很不真实 你怎么真来了 爷爷奶奶一听说 来给你保驾护航 立即把刘阿姨派给我了 还有他们两个 超级能打 我一定好好考 进考场那天 云娇穿着旗袍 他问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齐开得胜 进考场后 我静下心来 开始答题 很多题做了千百遍 即便最后的大题 对我来说都很容易 最后一场考好 我出考场的时候 云娇送给我一大树向日葵 终于考好了 我们到处玩玩吧 你不回去期末考吗 云娇笑得前辅后仰 拜托 我才高二 一个期末考不考也没关系啊 我也不稀罕那点点奖学金 我摄影小有成就 到时候多给你拍点照片 到时候我教你怎么拍照好看 我用力点头 如果你高考是现状元 是状元 省状元 甚至全国都能排上号 算不算祖坟冒清烟 家里是不是要摆几桌 报纸 新闻 是不是要大肆宣扬 我只是默默地拿了奖金 和录取通知书 就跟云娇离开前往海市 走得悄无声息 走得安安静静 他们以后是死是活与我无关 答应别人把我卖过去 拿了钱却没交人 被打死也跟我没关系 云娇 我想改个名 改个姓 你说可以吗 当然可以 到时候我帮你想法子 你想叫什么 跟我姓云吧 把户口落在我家 给我做妹妹 我想了好一会儿后 用力点头 看向火车外 听着火车 吭哧吭哧的声音 我等到日出 看着或者一路追逐着它 从高山 田野 河流 一路往南 一路通向自由的地方 从高山 我等于是带一个人的地方 很熟悟玩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